比较担心的 大概这本土的案例37例 只有11例是阴转阳 那其他还有26例 是有两个两三个群聚 那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农历新年过后随之而来的正式病毒蠢蠢欲动 时据国内暴增37例本土个案 依照事件来看 新北树林某电子厂累计15人确诊 另外还多了一名细纸饮料店员感染源不明 桃源部分亚续相关在天11人应转阳 高雄不明感染源家族群聚也多了友人与家人确诊 令人忧心的是还出现了横跨新北高雄屏东三县市的 不明感染源家族群聚6人染疫 足迹层赴苗栗出游高雄聚餐再返回新北居住处 一个是扣的比较多 那一共的是很集中 那刚才讲这个跨县市的案例 就怕它足迹很广泛 那影响的层面可能也会比较多 根据指揮中心统计 截至目前年后家庭群聚事件 有三起累计19人确诊 过年期间人流大量移动 染疫风险也大幅提高 日前宣布的第一个观察期 2月10号已到 那是否该延长观察期 那这三起案例让我们是要非常的警惕 但是说三起的案例到底范围到多大 至少要过两天才会稍微比较清楚一点 过年家庭群聚成为防疫最大考验 像是临近的香港单日确诊病例直逼千人 新加坡更严峻突破万人 原先预计三月缩短入境 简易天数的隔离政策会喊卡吗 大体的方向除非有很大的变化 那否则还是会照顺序来进行 那基本的一个大的方向 可能就是要看疫苗的注射 尤其是第三季的涵盖率 是不是达到一定的程度 朝第三季疫苗覆盖率达到五成 为目标也将是疫情变化 做后续安排 年后病毒反扑能不能违解封 这几天将是关键期 欢迎讯郭宋 黄培凯 台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